到了五月 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终于全面的转暖 港口码头里国际邮轮就来了 正式开启了旅游记 道路两旁开满了黄色的花 那是最普通的蒲公英 虽然在老家我们喜欢画蒲公英吃 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 这个季节岛上的风景非常美 山坡上留在吃草 远处是大片的田地 映尘着草地、树木、海湾和河流 非常漂亮 五月经历了地球磁宝 于是就在加拿门口的公园里 看了两碗的急光 最近还和朋友们去钓鱼了 那天去了三个地方 在河里没钓到 最后在海边我钓了五条比目鱼 最大的条大概要两斤 这鱼肉特别难 另一大乐趣就是赶海 最近去了几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赶海变得非常容易 橙子直接手挖 还有挖的不想走的小小马堡 超大的北极呗 最近还捡到了很多猫眼龙眼 于是做了一道凉拌海螺片 哦 哦 哦 四十六楼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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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大的模型哦 哦 看不出什么地 哦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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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得不说这里的牡蛎特别好 海边直接生吃 毫不夸张 这是我吃不最好的 现在是在岛上享受海鲜的好时候 最近码头附近的海域来了很多水母 特别好玩 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 我们也毕业了 希望接下来一切都好吧 谢谢大家